你 production。 各位朋友們晚安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台北古市每天這樣上沖下績 上沖下績 在今天發出歷史次天亮 在今天又爆出了超過五千億的天亮 每天這樣衝來衝去 套一句連續劇的說法 應該是連續劇的名稱 很紅的連續劇 叫步步驚心啦 每天都步步驚心 該怎麼操作呢 在今天下跌了28點 剛才介紹了節目現場的 來自然分析師謝忠麟 陳姐好 大家好 台南在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連電召開法說會 而且一直拖到五點才開 我也不曉得怎麼打到五點 我都在想說二組都要下班 都要下班 才要開為什麼我們來看 在今天大家都在等聯電的法說會 特別是在法說會之前呢 還傳出有六大客戶密會聯電 這六大客戶裡頭包括誰呢 三星 聯發科 還有瑞育 當然還有其他三家 他們為什麼密會聯電呢 因為聯電說要產能 是吧 你們通通拿錢出來 據說一家至少要出五億 你們出五億讓我擴廠 那我就給你們產能 那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別人出錢給你擴增生產線 法說會在今天呢 到底針對這個傳言 以及財報做了什麼樣的最新說法 我們趕快來看他今天的財報 好 這是在今天下午五點鐘熱騰騰的聯電法說會的財報 合併營收新台幣471億 毛利率26.5% 營業利益率16.2% 二八奈米經營營收占比20% 經營製造產能利用率100% 歸屬母公司的經營 新台幣104.3億 這美金是3.66億 美股營運EPS大家都在看這個 0.85 好 看完這個財報 我想所有的觀眾都無沙沙 都是收集看到 哎呦 眼睛都開去 到底今天的財報 對聯電而言是利多還是利空 請舉牌 利多給圈 利空給差 好 我們看到有兩票認為是利多 一二三四四票都說是利空 我們從這個財務的數字來看 其實剛剛文塞講的是外資預期嘛 對不對 對 他說比外資預期好啦 但市場預期呢 你去年第四季賺0.92喔 市場預期今年低下1塊 因為你滿殘的 一直滿到現在的 結果出來0.85 這個比市場預期差一點 再來 所以這個0.85你很失望 市場預期是1塊 對 就是外資預期0.6嘛 但是出來 外資的報告都寫0.6 對啊 但是市場預期要1塊嘛 因為你要比去年第四季好嘛 然後還有這個 毛利率26.5% 產能很滿對不對 8吋有誰在做 他的競爭者有誰 林町還有世界現金對不對 是 世界現金的毛利率是30幾%喔 所以市場預期什麼 這個要30 也就是說市場預期這個30 而且你不是一直在漲價嗎 為什麼毛利沒有提高 對 所以有提高 跟過去來比有提高 但是提高的不如市場預期 所以這個我只能說 跟過去比是好的 但是呢 市場沒有驚喜 那沒有驚喜怎麼辦 沒有驚喜 我認為林町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他在確保他未來三年的獲利 我們剛剛是不是看了一個新聞說 他密會六個那個廠商對不對 好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有什麼三星啊 高通啊 但是本世界還有這種事情 你要擴增生產線 又叫保人拿錢喔 對啊 沒有啊 因為不然你自己找廠嘛 我有廠嘛 那就表示他現在很強勢啊 對 很強勢 那很強勢 但是呢 這個擴充產能之後 就是我跟你簽長約對不對 對 跟簽長約 娟姐 做生意什麼時候也要跟你簽長約 如果說我預期後面還會漲 還會漲的話 我幹嘛跟你簽長約啊 我不需要跟你簽長約嘛 所以我拿了你五億之後 對 後面三年我都不能給你漲價了是吧 對 基本上不太可以漲價 就是我簽長約嘛 然後呢 我的廠就是拿你的錢來擴廠嘛 我用別人的錢來擴廠 然後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看了 0.85 0.8對不對 0.85 如果說你給他乘以四的話 一年多少 一年四數賺三塊多 一年賺三塊多的話 如果說產能全產線的話 那現在六十塊喔 現在是不是六十塊 六十塊 賺三塊 他基本上要賺三塊配三塊 所以資金率是五% 如果說現在滿慘人的話 到後面基本上 他每年差不多三塊錢 好 這是在剛剛稍早 我們現在錄影時間是 下午的五點四十八分 這是剛剛五點十三分的 熱呼呼的最近新聞是 六大客戶同意了 對 同意了 好 我願意 來 我們來看 一千億 擴大南科十二寸廠 但是呢 這一千億裡頭呢 有很多錢是客戶主 大客戶承諾包產能 我們剛剛有談到 六大客戶 你得出錢給我 意思就是說 你未來我要給你的貨 你要先付錢 對 沒錯 概念是這樣嗎 你先賀錢 我去貨增產能 將來我確保可以供貨給你 對 現在客戶同意了沒有 同意了 同意了 那這個到底是好事還壞事 基本上 股價差不多價六十塊這邊 好 我們回來看股價 2303的連結 對 我們剛剛師父 我剛剛師父說 他在做一個確保獲利的動作 確保什麼獲利 確保未來的幾年 每年都差不多三塊錢 所以今天為什麼法說之前 股價弱勢了 是大家歡樂嗎 對 大家歡樂說 可能不好 因為 那清楚台積電 台積電比較有企業 我要擴充 我自己拿錢出來 對喔 阿伯我要企業還是我要怎樣 我說了算 對 沒錯 那他是客戶拿錢出來 也就是 你今天客戶拿錢出來 抱歉喔 你就是 你跑不掉你就跑不掉了嘛 客戶是老闆 對 你錢給我 你就直接到我這邊下單了 你就只能就被我綁住了 所以他在幹嘛 他在綁裝 綁裝的話 2023年第二季才才能開戶對不對 所以呢 我不能跟東森簽那麼久的長約 好 來來 好 我們來講 所以連電62.7是短線高點嗎 短線 短線應該是晃來晃去的 他就在那邊晃 因為主要在看 我認為要看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如果補掉的話 他就會陷入很長時間的整理 然後後面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不用怕 所以你剛剛給的差嗎 我剛剛給的差 就是後面他就是在那邊混來混去 然後每年就是3塊錢 然後5%之利率 基本差不多 所以我們來談談當沖谷 鍾林來看一下當沖谷 現在 當沖怕死人 對 沒錯 當沖最近很熱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要怎麼沖 你教我們一下 沖其實看強勢股 強勢股怎麼看 其實強勢股要看三個東西 第一個 籌碼 第二個 未接 第三個 題材 看這三樣東西 所以呢 所以看股票不是看這個東西 這個是後面才出來的 所以當沖綠不用管他嗎 當沖綠不用管他 你要看 不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嗎 那是事後你才看到的 比如說像這個長榮跟玉米 現在題材好不好 題材非常好啊 法縮出來那個數字都非常不錯 而且你如果說你看那個K線的話 他們的 他們是空頭走勢嗎 這都多頭走勢耶 這都沒有破線了耶 而且... 而且日門股啊 所以呢 所以現在人氣... 所以可以沖什麼股票來 就給他加一個了啦 來 那個回到這一張啦 這支不要啦 3169的亞興不要啦 你看那個... 3169啊 3169不要啦 這... 空方股這個窮什麼 這不要... 所以沖一定要沖多頭股啦 對 要多頭股啦 這也買啦 漢訊買啦 漢訊6150買啦 對 漢訊在顯卡的嘛對不對 現在在奇亞幣又在顯卡 奇亞就是那個 SSD嘛 好...這樣買... 再回到六宮格來 對...所以這個... 這個題材OK 這可以 長榮域名可以 這也可以... 這個公布出來的營收也非常不錯 蹲探也可以 對...這也可以 第一桶敢不太少 第一桶...你看 當初這麼高還漲停板耶 所以呢... 所以這個... 這是勇敢的人拿去業績 所以題材... 會接籌碼 基本上都非常不錯 所以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基本上都可以的 好好來解讀一下 聯發哥今天法術會端了什麼菜 一定要好好讀一下書 來 聯發哥 第一季毛利率44.9% 每股大賺16塊2毛1 優於預期 而且聯發哥和愛力信的5GNR 還雙連結測試成功 我們仔細來看到 在今天的IC設計股 我們會發現 IC設計股 又活過來了 在聯發哥的帶領之下 因為聯發哥在今天股價 我們來看一下 2454的聯發哥 聯發哥的股價呢 在今年已經不是9000斤了 人家今天已經晉升到第8000斤了 股價在今天收在1080盤中 最高來到1090 老大哥一長 帶動所有的IC設計股 即便之前 落得迷迷迷迷迷的 什麼經歷科 那種的也開始翻動了 包括聯詠細創敦泰 包括金豪科 智元普瑞全面大漲 所以我們好好來讀一下書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聯發科 今天的法術會端了什麼菜 好 第一季的營修 1080.33億 年增率成長77% 毛利率44.9% 年增率成長1.8% 第一季的稀有存率257.72億 寄增率73% 年增率3倍 第一季的單季經歷257.77億 年增率成長344% 就是3.44倍了 單季每股經歷16塊2毛1 為了展望聯發科說 產能足夠支撐聯發科的營修 年增率會成長4成 全年的毛利率的目標 它們要提升來到44到46% 未來4年呢 每年要加發16塊錢的 特別現金鼓勵 好 讀完書了 我們要來解讀 對聯發科而言 今天的法說會是利多還是利空呢 請舉牌利多給圈利空給差 六燈獎通通是利多 來 總理 沒錯 如果說你從這個部分來看 其實它講得非常好 甚至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哪一個 它說產能足夠支撐聯發科 營修年增4成 這什麼意思 不要是第二季可能要超車高通了 第二 高通的高階 那不是一年了嗎 已經超車高通了 今天是高階它要超車的 那個高通的高階8系列的 跟那個中低階7系列的 不好意思 都卡關 產能全部開出來 明年第一季的事情 那聯發科 不好意思 誰叫高通要選三星 對啊 那聯發科呢 聯發科高階台積電 中低階呢 聯電 所以它沒有這個問題 那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它第一季賺16.21對不對 有業外的5塊錢 這有沒有比預期高 有 有比預期高 其實本業基本上都符合預期的 本業基本上你扣到5塊的話 差不多11塊嘛 11塊第一季這樣子耶 你乘以4的話 今天你只能賺快50塊耶 去年還賺26塊 今天也是Double的成長耶 所以這個數字 全部都超越預期 Double成長喔 對 都Double成長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 你從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然後又有什麼 又有 我賺錢 我又發鼓勵 未來4年喔 不是說只發1年喔 4年 每年都怎麼樣 每年加發16元的特別先年鼓勵 而且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他怎麼有辦法看到未來4年啊 基本上因為 電子夠耶 因為 就 我們之前是不是講一個觀念 得產能者 科技日新月異耶 得產能者 得天下對不對 得天下 我都快會背了啦 對 那既然得產能者 得天下的話 其實他現在不只手機晶片喔 他連那個5G基地台的晶片啊 跟那個益力性合作的那個基地台啊 基本上現在測試速度最快的 那個很厲害嗎 雙系統 Sub6跟那個MMWave 這個是美國 美國主要在用的 這個是道路在用的 這個是道路在用的 所以之前一直在針說 到底哪個是主要的系統 但是現在呢 你都不用針了 我的這個晶片 M80 兩個系統都可以 而且你現在測試 基本上是全部最快的 所以如果說你如果 所以他的晶片 用美國系統也可以 用中國系統也可以啊 對 所以通吃了 然後愛力信的部分 你有沒有夠厲害啊 對喔 那之前華為斯被踢掉對不對 我用愛力信啊 愛力信兩個都可以 所以呢 所以不只手機晶片 還有那個Modern晶片 聯發科都 而且據說他跟愛力信 這一次的聯合測試 速度是地表最強 對 5.1bps 5.1gbps 地表最強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 你從這部門來看 基本上沒問題 那沒問題的話 我們如果說我們來看土甲的話 聯發科 我覺得 明星一定會上去 明星一定會上去 你敢這樣說 應該是會上去啦 因為你從這部門來看 因為這個數字超越起來 那你如果明天 聯發科沒有長 你要發雞牌喔 我好像是好硬喔 好好好 好不好 好好好 發多少雞牌 1 2 3 4 聯發雞牌 好啦 聯發科 來 聯發科波段最高 已經來到1,100了 對啦 反正就是掌 因為我們剛剛師傅講 現在聯發科的市值是 全台第二檔 對 第二檔 而且外資已經出1,500的報告 不是什麼1,100了耶 今天已經上開1,500了耶 所以呢 所以如果從這部門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OK 但是 對 幾雙雙雙雙 幾雙雙雙 我們剛剛師傅講 第二季聯發科會超車高通對不對 對 手機超車高通嘛 所以有一支 有在跟聯發科一起配合的 一樣手機晶片廠商 你可以留意 叫什麼 叫3059的華晶科 華晶科是手機晶片廠商嗎 你是不是只知道說 它是做鏡頭對不對 它是鏡頭的不是嗎 對 它鏡頭也是 攜手高通喔 這幾 也是它的level是高的喔 高通我相信 不會跟Amago合作 華晶科攜手高通 這是鏡頭的 但是呢 你剛剛才罵高通 沒有 這是鏡頭的部分 手機的部分 其實它轉型喔 它轉型做什麼 做ISP影像晶片 這是幹嘛的 他們公司 之前開過法術會 總經理說什麼 他說 全球除了三星華為自製以外 其他手機廠皆需外購 ISP影像處理晶片 手機就兩顆晶片最重要啊 一個叫5G晶片嘛 對 然後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ISP處理晶片 ISP處理晶片嘛 華為已經沒有了嘛 市場被大家搶走了嘛 所以呢 所以大陸那家廠商 你不要誤會快啦 ISP處理晶片 對啦 就是影像處理晶片 看我怎麼應該講這樣 所以華為這邊已經掛點之後 你現在大陸的這些廠商 ISP晶片要跟誰買 ISP 它基本上 它就很有機會受惠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 那是什麼晶片 影像處理晶片 影像處理晶片 你要照相啊幹什麼的啊 對 就是那個晶片 那營收上來沒有 營收已經上來了 這個東西不是什麼題材而已喔 它已經反映在營收上面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從3億 5億 6億 7億 它的三月份已經到8億了 8億 這一倍啊 所以呢 月增率成長57倍 57% 對 然後年增 57% 年增128% 就是1.28倍 對 那 57% 1.28倍 對 也就是這三月份的 4月份要超車高通 年份要超高通 這個不是跟得上去嗎 然後我們看基礎面 基礎面 基礎面這個部分 底部完成突破對不對 底部完成突破 壓回 如果說這個地方要主身段 這個地方要往上去 今天不是第一根 這是壓回側自身的 第一根紅黑棒耶 轉牆第一紅黑棒 要做就做第一根 不然你要做那種長到天上的喔 然後呢這邊也跟大量對不對 我有圈起來 剛剛你叫我們做友達 不是長到天上 對啊 那是長時重視 就是長的時候那個 那個賽邊出來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3059的 滑金科盤中走勢 哇 這一點開始急拉耶 對 就連發科又有好消息的 基本上 跟他配合的這些 基本上也都會長 那如果說你看整個K線的話 其實他的線型 我認為基本上是不錯啦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這邊有一個大量對不對 有一個頸線嘛 突破之後壓回來 壓回來側支撐沒有破 然後呢 重新站到所有均線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量在這邊 就有鎖馬量啊 就鎖在這邊啊 所以像這種不要可以留意 明天等著你十片雞排